如果各位你是人的照片或是自己的照片 我要把那個大頭貼進去 我要把大頭弄進去 那怎麼辦 你要知道要做去背其實有點難 對不對 尤其是有頭髮 但是這一塊現在AI可以做到 AI可以做到 你看喔 我往下走 我們先看看我的Sample 圓圖是這樣子 圓圖是左邊這個 有沒有 去背之後剩這個 拿到影像主義之後 我們看 有沒有 法師還不錯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往下走 兩個人的 四個人的 還有草的 你覺得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我不要這樣就好 有沒有人要借臉 借我用一下你的臉 都沒有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一下 它目前只針對人有效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剪影的 背影的 或者是寵物的 沒效 沒效 我們馬上看一下好不好 你來看一下 各位現在AI的時代這裡不一樣 點下去 我馬上找一個 我馬上找一個 底下 它有兩種方法你可以傳上去 一個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你照片直接上傳 一個是 如果圖片是在網路上的 用網址就好 不用那個 你看一下喔 這裡 點下去 好 我們來Google一下 進入圖片 找個人可以嗎 好 進來 可以找這位網址嗎 就我們也是盡量找背景單純一點的嘛 人比較清楚的 好 那這個已經在網路上了 按右鍵 去取得它的什麼 圖片的網址就好 不用複製喔 我要它的那個網址而已 好 複製好了 現在呢 回到剛剛這邊 這裡 這裡 點到這邊 沒有點出來 如果有時候它有沒有跳出來 我用另外一個瀏覽器就好 來 你加 讓你 現在我在另外一個瀏覽器 這裡 我就把我的網址貼進來 剛剛那個網址在這裡 好 進來了 確定 好 它開始找了 不小心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會太快嗎 不然再找一招 你這樣子知道 AI真的 比我們厲害了 它訓練有數好嗎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的 可以編輯 它有一些工具可以調 而且如果你想要 馬上改變背景 有沒有發現 以後設計師沒工作的 你還可以馬上合成 有沒有 然後呢 你還可以自己 乾脆就把自己的照片就放進來 有沒有 好 所以像這樣子 當然它也可以下載喔 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儲存起來的時候 它就給你看 在這邊 這個就存好的 好 那我就這個拿掉 下載有兩種 一種是一般解析度的 一種是比較高解析度的 有沒有 中等的 那你要下載這個 要註冊帳號 一個帳號可以下載 應該是一張還是三張 因為它政策一直變來變去的 有時候一張有時候三張 但是就是你可以註冊之後 就可以下載比較高解析度的 你應該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不是 你是有心的 需要比較多張的 那個關鍵字你要會 好不好 拋棄自信箱 因為一個帳號只能下載三個 這樣了解啦 因為它需要用到雲端的資源 所以它沒有辦法讓你一個帳號 下載太多 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在我們這個3D射程 你要敲人的形狀 這樣有沒有去的比較乾淨 你直接用照片 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差 也有可能會有照片的一些 背景也會在上面 這樣了解了 OK 所以我就是介紹一些工具 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你現在要做創作 有沒有覺得慢慢的好像可以把軟體拋在後面 我們現在 我用到剛剛用到現在 幾乎不太有用到軟體嘛 是不是都在用雲端服務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資源在哪裡 你可能 你會發現好像 可以用的東西就還蠻多的